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今週仍然是C先生和C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在我身邊 兩位,今週似乎股票市場的港股 變動比較少 但正經方面,有些過去比較少出現的情況 中美雙方比較高格調或高級官員在夏威夷會面 C先生,你怎樣看中美?會否見面後,雙方關係會緩和? 見面去談,目的都是想緩和 如果不是想緩和,不如繼續打更好 通常外交關係、國際關係都是打、打、彈、彈、彈、打、打 既然要談,目的就是不想打 我相信去到某些地方 雙方都不想一直繼續惡化 尤其美國之前說了很多,我認為可能過了龍的說話 譬如要令到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美國不是沒有這個能力 而是做了之後,對美國自己都沒有好處 所以這一刻就未必會用 本來說,大陸要推廣港版國安法 他施壓,要大陸收回 最近G7都要公開聲明 大陸要收回 但我當時的看法,大陸不會收回 談完即刻,把以前放在人大開會談 現在事實證明,是沒有可能收回 現在美國就要看看有什麼行動 本來如果碎到大陸不收回 減客納,都說當完成了目標 就不需要再採取什麼措施 但現在大陸照行,美國是何時公佈 收回香港的特殊待遇 最初我認為美國對這次和談 希望談到一些事情出來 因為他就不用走一些當時說得過龍的措施 施生認為美國正在修正前的立場 現在處於兩難的局面 出招,自己可能傷很多 不出招,別人只剩下廣字 我自己覺得之後出招 都是形式上表示做了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影響不大 譬如英國說 比BNO 由半年增加到一年 或者再增加多些 那些是不會產生太多制裁的功能 北京是不可能讓它動作 我自己相信北京即使出了港版國安法之後 都不會限制香港人生活上既有的自由 譬如你要去旅遊 你要去移民 你就隨時申請 所以出這些招是一種姿態 美國出的,我相信會辣一點 公佈一堆制裁人的名單 都是一小部份人 限制美國的資產 在美國或凍結 這些對整個國家 對香港本身的影響就有限 即他會有這類型的行動 不出奇 但是說不讓香港結算美元 這些就做不出事 郭先生,可能都比較多朋友 或者香港的觀眾想知道 你認為內地真是國安法減納的機會大不大? 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 國安法做來做甚麼? 無緣無故要做甚麼? 保閉國家公安權 因為23條 辣來辣去都辣不到 50年不變 本來50年內,過渡期就要辣 快要一半過了 所以他辣這些條例 拿來做甚麼? 就是在過去回歸這二十多年 他覺得香港的情況有點失控 香港本來他想和平過渡 回歸去中國 主權下一個領土 但是在香港有一股力量 抗拒這件事 不僅僅抗拒 如果反共也算 他是反中 要和中國切割 排斥內地人 排斥內地來香港的公司 甚至要排斥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本來以前香港人都很清楚 香港人就是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 但是有些人要將蘋果和水果割來 問你究竟是蘋果還是水果 蘋果是水果部分 他覺得這樣下去 香港的回歸 就不會正式出現 所以我相信他現在做這麼多事 一定會達到收緊幾個 他認為失控的地方 一個是傳媒 一個是教育 另一個是公務員系統 有些都會有些失控的 另外就是司法系統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簡納呢 他做的事就是要加納 你先要說他加到什麼程度 他不會加到沒有一個一制 他會比香港繼續有產權保障 資本主義制度 行市場機制 他一定不會選到這件事都沒有 我剛才說會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你可以去旅遊、移民 你可以選擇生活的各種形式 只要你不踏政治紅線 另外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 我認為他會保留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 基本上都是行普通法的 現在說究竟觸犯了國安法 會不會設立一個外派機構 在香港直接由中央外派機構去執行 會不會觸犯國安法的人 不是被香港法庭去審 而是被另一個法庭去審 我沒有內幕消息 說明,我不是聽回來的 我根據形勢估計 你可以看看我對不對言 會保留兩制 就是資本主義制度 會有普通法為主的法治 亦都會有一定的基本人身自由 我認為 他會怎樣做呢 他會說他有權 撤立在香港的國安機構 但這些國安機構不需要 負責拉人 現在都有 CIA在全世界都有 大陸的國安機構 可能已經有些特務人員 你不知道他是 分一分鐘你是都不明白 這個不可以你說 他一定有人派在外面 但未必需要去拘捕 他查了之後 告訴警方 香港警方就拘捕人 拘捕人 如何呢 拘捕人 就拘捕去香港的法庭審 但他可以說 逢親牽涉到 犯國安法的案件 中審權在人大常委會 以前香港就在英國的書物院 普通的情況 他就給你在香港審 審呀審呀審 搞定就算了 審呀審呀審到 去到最高法院中審庭 都審不電 或者不叫中審庭 因為中審庭有個中字 就名不符實 去到最高法院 這些相關的案件 就拿去人大常委會 他就一樣拿著最終權 所以他不會將最終決定 你是不是犯了國家安全的法例 放在他現在覺得受外國影響 同時效忠外國的一些法官去做 他覺得這段時間 法庭判一案 不符合他的理想 當然是勒 權在中央 目的就是要收回這些權 收回這些權 他才可以在一些選舉 他就會DQ一部份 對香港的勒憲基礎不一致的人 我剛才說香港勒憲要回歸 你都每次都抗拒回歸 他認為你沒有條件在建制下 去做議員 你有條件革命 你有條件起義 你便去起義 他便用國家安全法拘捕你 中美在夏威夷談 未必對香港實質上有甚麼特別的變化影響 浩德,今星期股票市場的港股 相對比較平靜和有點悶 你對於政治事件或你本身這個禮拜操本的動作是怎樣 我覺得這段時間,港股主力跟著美股走 因為上星期始終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由3月低位升上來 大家覺得好像一時都沒有 事實上經濟仍然是差的 不過大家說過,錢營量是多 所以資產市場升上高位 上星期美股開始互調 港股必然都要跟著 因為港股都是一個美元資產相關的資本市場 那邊立起一點,港股都正常 剛才可能都牽涉到本港的政治情況 大家都是想看看具體的情況 不過我自己的判斷 始終可能大家如果市場所舉行比較擔憂 都是看得比較差的 例如剛才所說,立法的情況 所以從投資角度來說 可能這件事件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定案 市場反而少於我的確定 可能會比大家之前的恐懼好一點 你認為這件事是在壓著港股? 我覺得會是 總之政治事件是 除了他的基金經理,我也認識一些基金經理 有一些是對大陸要推國安法 或者美國要制裁中國 是比較擔憂的 擔憂到某個程度 他是將他的持股 他的exposure 一路一路減遲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每陣一陣,他就簡直一些 每陣一陣,他就簡直一些 簡直一步,他就所遇無幾 所遇無幾,現在就 上來這些位置,他又不夠敢追 比較尷尬 升的時候,他就沒有份 跌的時候,就騰雞 所以,如果他中的話 他原本的擔憂就是 美國一一刀刷下來 聯繫匯率又沒有賣 兌換美元的能力又沒有壞 整個金融中心都沒有了 你當然是一錢不值 所以他就 應該要退出 這個市場才是 當然是有人這樣看 有人看就會退出 退下退下,那些看不好的人走了 看好的人留在這裏 問題就是 嚴嚴看好的人,有多少 撐不撐得住的事 要理解,郝德莉,C基金已經是看好 所以我們要看股壇事件 這個星期又創出基金價格新高 你有沒有擔心政治事件 每一次的震動,都有些動作 還是你相對地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現在的世界,事實上比以前複雜很多 不單止留意公司 文官經濟,政治對市場影響很大 但我覺得 實際上,你要對形勢的判斷有掌握 我們都說過,我都覺得中線不會太差 我覺得 剛才講到本地的情況 我覺得亦是比大家想像中,會是好的 因為永遠都是 市場對一些新的東西 通常是很極端的 看得非常好 比頭髮好 差,就看得最絕望 但當事情明朗化,市場會調節 有一些事情 譬如,當國安法推出 有人覺得,有機會扭轉局面 我提出一些強烈的措施 去制裁你 你會縮的 我便要嚇你 我發覺,我做甚麼都嚇不到 我做這件事要有目的 除了香港的反對派 但不用計成效果如何 他不理之外 大部份國家在政治上的取態 都要計較利害 他原本是想制止國安法 發覺你制止不了 他無謂弄一些事情傷害自己 另外,即使在香港 他知道這件事 譬如,美國想嚇你 想你制止他做 在香港又推動力量 市民間都不贊成 成功了 美國便得到他所要 他繼續可以在香港 施展他的影響力 但如果發覺都沒有 即使香港民間的動力 都會少 即使學生小時候不知道 你認為這件事是 會爭取得到的 法力的誘因 是多些 知道這件事已經過了 等於 高鐵 高鐵未通車,大家盡力吵 沒有人再反對高鐵 亦都沒有人說在高鐵 被人家老了去 不會的 其實我相信你說的是美國 但美國其實除了對外 常常都會有些不同的立場之外 對內其實近來問題都很大 例如QE 他今週公佈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訊息 就是 QE現在可以購買個別的企業債券 兩位如何看這件事會進一步 令資本市場更加 即刻會再升上去 因為美股已經創新 其實放水這件事 大家都明白 速度和威力很誇張 最新我們說過 有疫情之前 其實聯儲局的平衡率 只剩下三四萬億左右 但經過一輪 其實已經彈到七萬億 如果你計算 已經公公告出來會做的事 聯儲局的行長都說過 大約會推到十萬億左右 其實這個威力是非常厲害的 現在是七萬億左右 還有三萬億 我自己看到 最初美國的金融市場 因為疫情大跌的時候 應該是三月的時候 跌了 三月中是最低位 那次跌下來 是股市又跌 債市又跌 商品市場是比較齊 跌完之後 當然美國出了一些舊市措施 其中是聯儲局會買債 而且是買高息債券 一些企業債 那些債券其實是跌出 Investment Grade 一般都認為是有高風險 他連那些都來掃 對債券市場間有好處 所以債券市場就立即升 聯儲局說三年都不加息 起碼兩年半不加息 2023年之前都不加息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甚至乎如果再弄得不行 其實都有機會扶利 聯儲局當然現在就不停捍衛這件事 因為他如果現在已經出賣口術 講完這件事 真的不行 歐洲是全球最大的債仔 如果他真的扶利率 其實應該對全球影響都很大 但對他很著數 因為他欠人錢 可以叫他付錢 有機會 但會令你的貨幣長遠出事 不過 白威爾都說短期不用怕 有一個行狗問題 近來比較多朋友客戶都有問過 究竟這一刻是否還持有現金 或是在當前的情況 其實真的不會再持有現金 我自己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 所有的投資市場都大上大落 普通人真的會被他嚇一嚇 左一巴右一巴,兩邊都輸 當然,渣現金是慢慢蒸發 是必蝕 投資有機會賺 但賺的劃現率是不高的 很少數人在市場上有機會賺錢 即是私基金 簡單來說,短期看似安全 因為不會有升跌 長期就是由於世界印太多錢 你的購買力就貶值 不單日常生活買的CPI 覺得好像沒什麼動作 但其實你的支配資產 真的削弱了能力 這就是投資者今時今日要面對的風險 這就是投資者今時今日要面對的風險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兩位 可能是好得 我見到私基金之前提及的股票 例如美團 Tesla 甚至拼多多 其實近來都是創歷史的高位 你認為這個趨勢會持續? 還是你開始會減股? 我好像蓬佑先生的想法一樣 其實投資應該是止虧 不止賺 實在說 你娶到一個好老婆 她這麼好 你應該長期持有 那些不生性 或者投資生意 不生性、蝕錢的 那些應該是止虧 如果一些好企業 亦都是因為我們買入點 相對而言是便宜 當然應該繼續持有 我覺得一路升一路升 就會多到超過你每一隻股票的上限 你都有潛這些上限 沒錯 你退到這些上限 我都覺得你簡遲 這些過份集中 在幾隻 是風險高的 我們私基金持股都不是太集中 最高是比例多少 我們最高單一個股的比例 都是大約5、6% 如果真的太高 其實我們都會 5、6個就不算高 所以我們都很平衡 Manday 寫了嗎 Manday 應該是10% 因為私基金是一個 證監會監管的基金 證監會都有指引 單一股票應該是10% 我們都很聽話 過實的,我認為你都要選一些 如果真的在投資上 你會發覺都是這樣的 這段時間 大部份的股票就不刪成 小部份就刪成 你就應該選好一些股票 如果繼續好的股票 我們都會覺得OK 但你不要每次都是 看到它衝上去 創新高才開始留意 通常就不容易賺錢 都是新經濟 譬如疫情下,醫療有關 另外就是 科技 摘經濟 這些人都留在家裡 你好的 P過百倍 不好的 不止百倍 P得七百倍 5、6、7、8 剛才師生也有說過 因為現在資本市場 必定波動是大的 所以不要貌貌見到股價突然很好 突然太過魯莽地衝入 這個其實我們就算 自己有拿著所謂表現比較好的股票 其實我們都是 有一個比較中長線的看法 當市場的價位和時機適合才去做 還有一個問題 我忘記問 其實很多朋友或客戶 是交代我要問的 有一點關於地產 近來可能是 這兩三個月 新盤都比較少推出 可能是最會的問題 接下來有 究竟是否香港的新盤 師生你認為 都會比較遲 例如資金比較多 香港經濟實際上是比較強的 過去五月份 開了很多新盤 大部份都賣得好 這個月就 月中倒停了 然後又有些新盤出 按照我和前線的同事了解 應購仍然是踴躍的 主要原因是 我認為現在二手市場的價格 是比較穩定的 因為二手市場有辣椒之後 很少出現大量放盤 因為他們放了買不回來 買回來要給多三成 所以很少出現拋售的情況 二手市場穩定 令到發展商開了價格 撻住二手市場 差不多價格 他們就有機會買到 加上現在 新盤不多 相比起八十年代 我們一年三萬個供應 現在 一年只有萬五個 有時都不夠 變成 人多了很多 變成要消化每年的新盤供應 難度不太高 這亦造成樓監不容易出現大調整的原因 明白 所以觀眾,如果你有興趣新盤的話 近來要多點留意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兩位 如果大家對C基金或C基金的細節有興趣了解 歡迎留意以下的網址和電話 我們可以隨時接受查詢 多謝大家 請問 roll 有時由 不再有 請問 適量 請問 有時由 發展現 請問 農 呢 馬